一個24歲男兼職保安員 在四天內先後兩戰 在灣仔富士大廈劫去兩名奉者的財物 懷疑又吃又拿 他先在上星期二 趁第一名女受害人執訪時 偷走她擺在桌面的一部iPhone和600元現金 3,000港元的現金 她曾經被自己的水果刀戒傷 警方在鎖定疑犯身份後 星期一在她位於屯門區的住所外面 以涉嫌搶劫和盜視將她拘捕 行動中警方起翻疑犯犯案時 所用的水果刀和所有衣著 據了解 第二個女受害人29歲 她持傷情證來香港 涉嫌違反逗留條件被捕 電話 主要遣 這道繁雅 鎖定疑透並立即死